中非南海对峙 剑拔弩张 仁爱礁冲突飞军特种部队遭重创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银湖一家观天下 6月17日在仁爱礁上 中国海警与菲律宾船只再次发生了激烈对峙 中国海警成功拦截所有试图闯入的菲律宾船只 并在此次行动中缴获了飞军的武器与装备 菲律宾媒体报道称 此次行动由飞军西部军区司令部策划 飞海军特种作战大被实施 但最终已惨败告终 在冲突过程 菲律宾共派出6艘船只试图突破中国海警的多层防线 执行补给轮换任务 但均未成功 行动的结果 中国海警成功夺取飞军8支步枪 弹药及10台执法记录设备 并导致飞军8人受伤 其中一名士兵因受伤失去一根手指 而在双方的立场与主张方面 中方的立场及主权声明是 中国坚持南海岛礁属于中国固有领土 并享有12海里领海权 外国船只未经许可不得进入 而中方在此次冲突中 中国海警改变以往的行动策略 采取了坚决的压制措施 阻止飞船只进入仁爱礁 但菲律宾政府仍然指责中国 破坏其例行轮换与补给任务 并声称中国船只进行了危险的航行 和撞击行动 非参议员托伦蒂诺制信 飞外交部 应寻求国际组织的帮助 希望通过国际干预来解决问题 而美国政府仍旧声明支持菲律宾 谴责中国的行动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并重申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性 不过尽管美国声称支持 但在此次冲突中 并未采取具体行动帮助菲律宾 有国际媒体分析条约适用性认为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签署于1951年 适用范围仅限于当时的菲律宾合法领土 对于菲律宾后来扩张领土的行为 该条约并不适用 而菲律宾尚未正式宣布仁爱交属于其领土 这使得其在国际法上的主张更加薄弱 不过外界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 建议中非双方通过外交渠道进行双边谈判 减少军事对抗 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引入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进行调解 确保双方在国际法框架下处理争端 双方更应关注南海环境问题 共同制定环保合作措施 保护海洋生态 避免因争端造成环境污染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欢迎您按赞订阅分享 感谢您的观赏 我们下期见